人这一辈子吧 上窜下跳 其实也就追求两样东西 一个是钱 一个是人 那这两样东西嘛 没得到的时候 你是拼了命的想得到 得到了呢 你就觉得没有啥意思 可是在得到之后 又失去了呢 又感觉很痛苦 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纠结来纠结去 到最后啊 当一个叫健康的东西 来折腾你的时候 你就会毫不犹豫的 宁愿抛弃所有的一切 也要得到它 不幸你去问问 那些躺在ICU病房里面的人啊 只要能让他们活下来 不管你跟他要什么东西 他都会给 所以啊 不要炫耀你的钱 人要是没了 对你来说 那就是一堆废子 不要炫耀你的工作 你要倒下了 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出色 不要炫耀你的房子 你走了那就是别人的窝 也不要炫耀你的车 你离开了 车要是就窝在别人手里了 你唯一可以炫耀的 就是你的健康 当别人都走了 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 享受生活 那在70年代生病呢 卖一只鸡就够了 80年代生病 卖一头猪就够了 90年代的时候生病 你卖一头牛也够了 现在生病你试试看 房子车子都卖掉了 还不一定够 所以请善待自己 因为零件真心的是不好配 价格还贵贵 而且还缺货 所以吧 还是别想太多了 人这辈子啊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 你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由不由得你的问题 你从小不想上学 长大了不想上班 老了还不想上医院 最后呢 还不想上西天 可问题是哪一样能由得了你啊 在这个世界上 啥你都没有必要多想 唯有快乐和健康 告诉你啊 当你自己不发光的时候 连影子都会离开你 你想开了也就明白了嘛 人这辈子 无非就是三大桌嘛 出生的时候摆一桌 结婚的时候摆一桌 等到死了时候 再摆一桌 可关键是哪一桌 你也没吃啊 第一桌你不会吃 第二桌你是没空吃 第三桌是给别人吃 所以吧 珍惜当下的一切吧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也别忘心里隔 该笑笑该乐乐 来到这个世上 那才叫没有白来过 让自己活出快乐 活出健康 这个才叫活出王道